为应对台风烟花 从7月24号起 上海针对建筑工地 微棚屋等地人员进行了紧急转移 当晚在上海金山区的沿海地带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挨家挨户通知百姓进行撤离 这片地区老旧房屋居多 一旦出现灾害性天气危险性较大 金山区首批转移车辆满载着居民来到了安置点 测温登记结束后 居民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来到了各自的房间 需要的东西没有 等等会儿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我们人们跟我们这人 你们说一声 我们尽量的经理人要求 到这个地方就是 有方便面 有热水 还有那个纯净粉 纯净粉 条件很满足 这套方面的客户不用说了 空巢 都是空窍物 目前是一共是安置 一共是18间教室 那么总共呢 可以最多可以接受转移群众的是 204人 那么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我们生活的必需用品 一些口罩啊 包括一些免手洗衣 相应的一些防疫的物资呢 我们也是配备非常齐全的 截至7月25号 上海金山全区公交线路全部停运 此外 记者还了解到 目前上海市共设置安置点2392处 避险转移人员35.9万人 1700多艘船只进港避风 加固数目11万株 加固广告灯箱1万多块 腾出库戎约4.7亿立方米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